对于这个法院的判决 我现在没有要批评法官个人 但是法院的判决既然已经公开了 公诸于事 这都是可受公平的状况 所以我确实也把这个法院的判决 拿出来读完之后 我个人是确实有不一样的见解 因为其实这整件案子 王秉中他们等人过去的行为 大家从电视报章杂志也都看得出来 他就是追求统一 然后他就是做了非常非常多 对我来讲 对我来讲是非常夸张的言论 甚至是他跟中国这边的往来 是非常非常密切 大家都可以看到 所以他被起诉的是依据哪一个法条 是国家安全法第二支一条 国家安全法二支一条规定了什么 其实文字很清楚说 人民不得为外国大陆地区 香港澳门境外敌对势力或派遣之人 为下列行为 就是说我们不能够为大陆这些敌对地区 来做行为 发起资助主持等等 所以你只要有这些行为 你就已经构成了这个国安法 你触犯法律了 我们这个从跟过去从叛乱或者是国安 或者是这个妨害民主等等一样 都是你只要有行为 其实就已经有触法这样的状况 不然的话说实在的 我们读那么多历史 你叛乱成功就改朝换代了 是啊 叛乱 有的国家就变过了 对啊 所以这一定是在这样的框架之下 你有这样的行为 有行为而不是有结果 就已经触犯法律 所以这个我们看到了这个判决理由 这个法院现在是说 因为王秉中他们的组织呢 是很早在他认识大陆人之前 就已经成立了 而且这个里面的名单呢 跟都没有变动都没有增加人啊 所以呢这个组织显然不是因为大陆人才设的 不是为中共扩张组织 可是怎么会这样讲呢 他就是用这个组织 用这块招牌在做这些事情啊 所以这个组织当然就是为中国 中共在做这样的事情 而如果没有增加新的人 那是他太烂啊 他没有增加到新的人 他没有吸引到新的人 没有人相信他啊 这怎么可以说 王秉中没有做这样的行为呢 更何况 刚刚这个我们的CG上面 也有特别写到说 国家没有立即明显的危险 这也是在这个判决里面写到的 他说如果国家社会没有发生危险 的时候呢 这个如果我们来处罚它 是不好的 那这个危险要有明显且立即 那这样难怪检方会说 那这样是不是中共的大炮 没有打过来之前 通通都不算数 你的炮弹没有在台湾爆炸 都不算明显而立即 这种渗透 这种为中共在发展组织 当然是一步一步一点一滴 在台湾社会这样慢慢走下去的 你怎么会说 因为我们的民主基石够强 我们一开始没有受到 这样的人的影响 你就说没有立即而明显的危险 我完全不能接受这样子的说法 所以我想最近大家 这个当判决出来 社会一片花然之后呢 那大家在说 我们其实应该要基于保护 民主的基石 要把这个条件给放宽 那我想其实根本不需要放宽 因为我们现行的法条里面 根本没有做这样明显而立即危险 这样的条件限缩 所以我个人在看这个台北地方法院 这样的判决的时候 我是觉得这个法院 加上法条所没有的限制 来做王笔忠他们无罪的判决 我是不赞同的 谢谢大家